熱騰騰的白菜乳端上桌 搭配一碗淋滿醬汁的滷肉飯 這滋味肯定絕配 有民眾就被這好滋味吸引 想到店裡一口氣外帶多份白菜乳 但店家卻說白菜乳不能單獨外帶 色漿味俱全 菜單上明明寫著 一份白菜乳30元 民眾想要外帶10份 卻被店家要求 要搭配滷肉飯一起買 消費者表示不論在菜單 還是店內牆上 都沒有看到相關規定 認為這樣相當不合理 要有時候菜單夠的話 當然可以 那現在就是夏天 夏天就是菜量不夠 老闆表示菜市場也沒進那麼多貨 才會希望客人搭配湯飯一起買 留一些給其他的客人 在這裡吃可以 在這裡吃 因為大部分都有飯跟湯或菜 白菜就這樣 但買回去就沒有這樣 到底店家能不能拒絕客人 消保官舉了一個例子 如果客人來到店裡 點了一萬份排骨飯 店家考量店內人手 材料等因素 是可以拒絕的 沒有非賣不可的理由 如果說真的有什麼疑問的話 再過來跟這邊跟我們 討論一下這樣 一碗白菜乳讓顧客心裡 不斷想著 為什麼不賣我 而店家則納悶 為什麼非賣你 就是因為店內沒有標示清楚 才讓民店與顧客 雙方引發誤會 記者黃志昌張良浩 新竹採訪報導